火力军听说中科院正在研发万箭二型 射程能达到400公里 只是对于这个消息 军方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 中科院也是不置可否的态度 那么万箭二能实现射程翻倍吗 对于台湾而言 万箭弹又该怎么用 台湾目前服役中的万箭弹 功能与美制AGM-154类似 是一种带极数弹头的巡航导弹 攻击敌方机场或者重要据点 动力系统与英法合作的风暴阴影相似 小型涡扇发动机与华翔混合推进 射程超过200公里 现在已经开始量产了 最近还增加了5亿新台币的预算 初步估计数量能达到200枚以上 同时中科院也在研究万箭二型 射程可达400公里 不过万箭二型是否已经测评 新增的5亿预算 是不是用来研究新导弹的 火力军不太清楚 中科院与军方的态度都很模糊 不过火力军不是来看预算的 而是研究万箭二型400公里的射程 该如何实现 提升导弹射程的手段 也就那么几个 优秀的气动外形 强劲的发动机 合理的飞行路线 较强的结构材料 以及减少战斗部重量 其中最直观的操作 就是减少战斗部重量 比如美国的爱国者 PAC-3、SM-3 这些反导拦截器 仗着精度高 把导弹的破片杀伤战斗部 直接换成动能杀伤战斗部 减少战斗部的体积 提高导弹发动机的占比 从而提升射程 不过对于巡航导弹来说 减少战斗部 也就意味着影响作战效能 只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同时 巡航导弹想增加射程 也能对发动机 以及飞行路线动手 也就是涡扇发动机 与高抛弹道 关于万箭弹的射程 军方之前有这样一个说法 5000米高度发射 射程300公里 8000米高度发射 射程600公里 其次就是看发动机的种类 巡航导弹的动力 一般都是涡扇发动机 速度虽然慢了点 但是燃料消耗低 工作时间长 射程也相对更远一点 而且由于不需要 太快的突击速度 巡航导弹的设计弹面 都比较大 就比如战斧导弹 直径530毫米 至少比同款反舰导弹 达200毫米 燃料储存更大 战斧权重 也不过一辆小汽车的重量 但燃料储存达到了900多升 如果转换成汽油 能开几万公里的车 最后就是启动 导弹这东西一般都有飞翼 这是导弹在飞行中 获得胜利的主要方式 差不多可以使导弹 获得超过80%的胜利 飞得更省力 从而提升燃油效费比 只是就结果来说 以上几种增加射程的方式 万件弹好像都有 不用再进行特殊改装 其外形为锥形战斗部 箱形弹体 收折式弹翼 涡轮喷其推进 还有四片全动式尾翼 等外形设计 根据中科院的说法 万件用的是 昆蓬窝扇发动机 就是雄风2E用的 弹体上面也是飞翼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在万件弹研制过程中 美国向台湾提供了 AGM-130 AGM-154 AGM-158 等武器的技术参数 所以在外形上 作战参数上 万件弹与GSOW很像 也就万件弹比GSOW长一点 GSOW比万件弹胖一点 二者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动力系统 GSOW是无动力版本 低空投射时 射程28公里 高空投射时 射程能达到110公里 而万件弹加装了 昆蓬发动机 所以在射程上 略上一筹 200公里 在这个时期 万件弹可以与GSOW配套 战斗部基本相同 万件弹总重大约1000公斤 其战斗部大概在450公斤 而AGM-154的总重量 大概在500公斤 可以理解为极数炸弹 装了一个翅膀 只是后来美国推出了GSOWER 也就是增程版 加装了一个TJ-150 窝盆发动机 射程增加到560公里 与无动力的GSOW版本相比 GSOWER的外形 没什么变化 尺寸 形状 与重量基本相同 这里面就有说法了 大小没变 加了一个发动机 也就意味着发动机 挪用了战斗部空间 那么万件弹同样可以 而且对于万件弹而言 其本身就有发动机 无非是少带一点炸弹 多带一点燃料的问题 实在不行 也能加成弹体 具体可以参考 同样使用 握棚窝扇发动机的 雄方2E 其弹长6米 比万件弹长了2米 弹近500毫米 比万件弹宽了1倍 发射重量相似 但雄方2E射程 比万件弹高了5倍 最大的原因就是战斗部 雄方2E的战斗部 只有200公斤 而万件弹450公斤 虽说雄方2E 有固体火箭助推器 但体积大 燃料多 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对于万件弹而言 加大体积 增加燃料 也是一种增加射程的方式 不过火力军 还是更看好第一种方式 借鉴GSOWER 在不改变体积 重量的情况下 减少战斗部 增加燃料 不仅难度更低 也不需要对载机 ADF做出其他改变 直接五缝间接 至于万件二型的用途 可以参考万件弹本体 万件二型 与基本版万件弹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无非是射程更远 可以打击距离更远的目标 组合使用的话 用途更广泛 炸个机场 那是轻轻松松 毕竟其性能本身就不错 万件弹 全名为万件遥攻武器系统 主要针对机场 雷达 防空系统 这种高价值地面目标 威力很大 并且 兼具极速炸弹 与巡航导弹的特性 由ADF巾国号挂载 两侧机翼下方 可搁挂载一枚万件弹 射程完全够用 200公里到400公里 制导方式与杀伤力也不错 万件弹战斗部的重量 达到450公斤 可与美制AGM-154配套 装备154枚BUL通用弹药 或者6枚BGU-108弹药散布器 或者1枚BGU通用弹头 万件弹飞里目标上空 约40米高度 抛洒子弹药 面积能达到60x1000平方米 相当于两座足球场大小 钻戚跑道一定深度才爆炸 小弹头还增加了倾力难度 这些子弹药 可以根据不同需求 设定引爆方式 一部分可以落地后就引爆 在最短的时间内 破坏机场跑道 一部分有时间间隔 可以逐次引爆 短的10秒 长则数十分钟 可以让敌方机场人员 无法在最短时间内 修复跑道 延迟敌方反击时间 制导方式也不错 中途飞行制导 采用GPS全球定位系统 与INS惯性导航 并搭配地形辨识 中端制导采用IR影像红外线 与数位影像辨识对比 这点应该没人怀疑吧 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 现在并不是很难 没有卫星导航的时代 导弹需要采用高精度的 惯性导航器件 战斧这样的远程型号 还要引入中端地形匹配 接近目标的时候 采用末端影像匹配 把储存的图像与目标对比 只是无论是中端地形匹配 还是末端影像匹配 都需要航天侦察能力 以前可能很难 但现在不会 GPS省去了中端地形匹配的问题 别说非400公里 就算是非4000公里 也不需要担心 惯性导航系统漂移的问题 至于末端影像匹配 现在的商业卫星唾手可得 台湾也有一些高分辨率的 对地观测卫星 导弹制导完全不成问题 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万箭弹的导航自然不错 听说其还装有卫星电脑 能对目标的坐标进行自动修正 不过火力军估计 修正也就是GPS定位 不是什么技术突破 就目前情况来看 万箭弹射程150公里时 原概率偏差约为20米 射程250公里时约为200米 射程越远 偏差越大 不过对于打击机场 为主要任务的弹药来说 这种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万箭弹与美制GSOW对比 并没有很大的差距 甚至在射程上比美制导弹更好 可以在敌方空空导弹射程外攻击 在动力方面 则与英法的风暴阴影类似 风暴阴影的前身 就是使用极数炸弹弹头的 反跑道导弹 当然拥有动力系统的优势不在速度 而是可以设置转折点 或者说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从敌方防御最弱的方向突破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算是对标GSOWER 万箭二型也差不了多少 威力大制导系统不错 也就意味着用途更多 其最大的用处就是打击机场跑道 上面已经提过 火力军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除此之外 万箭弹也能打击登陆舰艇群 破坏敌方的渡海作战任务 万箭弹的特点就是防区外打击 破坏面积大 在海峡作战时可以打击渡海船只 而且因为登陆舰艇的防御能力 与隐蔽能力不行 不需要很多的弹药 就可以造成敌方大量伤亡 同时也能打击敌方兵力集结地 以及后方的物资集结地 甚至还能对导弹阵地动手 消灭敌方远程火力 这类目标大多都是轻装甲目标 万箭弹这种打击范围大的武器 可以广撒网 能赚一个是一个 一网打尽也不是不可能 非要形容的话 导弹能干的工作 万箭弹也能干 导弹不干的事情 万箭弹还能干 毕竟极数炸弹 兼具巡航导弹的特点 与普通导弹的高爆弹头 还有一点区别 除此之外 美国也已经同意卖给台湾 560公里的AGM-158C 由台湾空军的F-16V挂载 与万箭弹搭配 直接三层打击范围 至于万箭弹的量产作业 明年达到高峰后结束 其量产期为2022到2024年 经费高达125亿新台币 除了生产导弹 还计划兴建三座弹药 存放万箭弹 大概率是建在台中清泉港基地 与台湾基地 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 万箭弹每年产量为50枚 也就是三个季度 可以生产150枚 连同前期生产数量在内 总数超过200枚 后续的发展中 也可以建造陆设建设型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万箭弹后面 加装固体火箭发动机 射程比当前更远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万箭弹很强 但不是无敌的 当前的信息显示 IDF战机可以在距离目标 150公里空域 从距离地面 300到500米的高度 发射导弹 相应的 发射高度越低 射程越近 发射后 导弹会距离地面 100米的高度飞行 这个高度 与GSOW的60米 与KEPD的30米高度相比 明显偏高 阿帕奇的飞行高度 也才150米 虽然可以降低飞行高度 但是超低空飞行 需要导弹 不断改变飞行轨迹机动飞行 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 从而降低航程 而且慢速弹被发现拦截的几率很高 从照片来看 万箭弹的弹体是单纯的箱形设计 不像JASSM GSOW这种 采用隐身外形的倾斜弹体设计 被雷达发现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制导与弹体也有各自的问题 因为弹体太重的原因 IDF挂载万箭弹之后 飞行距离和空中机动会降低很多 需要F16或者幻象2000护航 不过这点问题不大 毕竟防区外打击的武器积攒安全性都挺高的 如果中段采用多次GPS修正的飞行方式 确实可以提升打击精度 路线也更为灵活 但是这种方式容易遭到地面电磁环境的干扰 如果采用中段惯性制导 末端GPS制导的方式 其飞行路线比较简单 虽然提高了导弹的抗干扰能力 但误差会越来越大 最终导致无法使用GPS修正 总而言之 万箭弹对于台湾而言 其实是一个反制的选项 靠着低空突防 有机会对敌方机场与集结部队造成打击 使用时 大概率是多枚同时攻击 从不同的角度突防 毕竟有武器不用与没武器可用 概念完全不一样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万箭二行 400公里的射程会如何实现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